欢迎来到我们第三场超越童话故事家庭的直播 希望大家享受第一第二场 如果你没跟上可以到我的个人页面上看 我听说人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关于他们可以怎么样在家庭关系中可以怎么样有不同的观点 大开眼界 不管你是父母或者是你对你的原生家庭还没有轻松 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获 那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 不要忘记试试提问这是属于谁的 那你在试图疗愈多少人 你在试图让多少人不要过得太不开心 尤其是你生活中的那些人 像是跟你在关系中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有多少这些人你在试图确保他们过得开心 你在试图疗愈 那你在让多少这些人想要让他们动起来 要让他们的快乐喜悦轻松的感觉跟轻盈动起来 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那一切 那如果你在试图animate 让人家动起来 基本上去驱动别人就是就像拉拉队一样 你在跟别人说来嘛快乐一点 然后你让没有生命不会动的东西 有生命动起来 所以如果你在试图给别人的喜快乐 可能幸福与生命 但是你不愿意拥有那一些 那这会问你你的身体人生创造些什么来 然后你在为你的小孩 伴侣朋友家人做多少这种事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说 这是我的角色 这是我的工作 我是个驱动者 不是个终结者 terminator 所以说这一切 在所有地方你决定了 你得去驱动每个人 让大家都开心 让他们知道可能性存在的一切 所以这一切 哇好多能量 你们是否通通从里面创造 请听一下要许多倍 难怪你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不开心 为什么事情不顺利 或者你的钱为什么没有进来 因为你如果忙着在驱动别人的人生可能性 在管他们世界事物 然后他们却不愿意动起来 那你得把他们多少的那些东西 拉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这一切 你是否通通错一根窗 早乱容 不能备胖怕 这一切 有人在问终结者 terminator 是什么 那是阿诺史瓦辛格拍的一部电影 他在里面扮演终结者的角色 他的那个腔调我模仿一下 就是我学不来他讲的那个样子 总之他是某个科幻小说里面的角色 看到什么就杀什么 基本上这只是个谐音的笑话 如果大家去看看 比方说你有小孩好了 然后他们正在经历青春期 青春期的青少年往往会很戏剧化 因为他们就是喜欢一切都很重要 一切都非常的夸张 戏剧化 他们在那个年纪 开始深入这个时像 就算他们的父母是像你这样 愿意跟他们说 这里有工具啊 你要不要试试 人生命中的一切 常年来的轻松喜悦荣耀 但是有一个阶段 是这些小孩 不是全部 但是很多 他们会说 我不要你的工具 你的轻松 我要到这个时像的份坑里面去观光一下 因为我想要让自己正常 我想要试穿一下正常这件衣服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能做什么吗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能看着享受 这真的会让你的允许扩张 那你如果试图把他们拉出来 你如果想要让他们不要受苦受难 如果你想要去保护他们 拯救他们 让他们不要觉得痛苦 那会创造出什么来 你小时候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做 对你这样做 你会怎么办 你会说 谢谢你的拯救 还是你会说 去你的 我要更深入这个粪坑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状况也是一样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练习的是 允许让自己的允许 远超过正常的程度 如果你可以去允许他们 让他们去受苦受难 而这事的正理 那会怎么样 如果这不是错误 如果你可以允许他们 去做自己的选择 就算那选择对他们 没什么好处 就算看起来不轻松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允许 他会怎么样 重点不在于你的感觉 而是在于他们的选择 他们选择去创造的事物 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到 这个实际的粪坑里去观光 就让他们去吧 贡献他们 祝他们玩得愉快 因为你知道你越是放手 他们多半越能够 快速结束这个阶段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 你不要把 如果你不要把那一切当成 对你自己来的 那对你来说会有多轻松 所以在所有地方 你在逃避 任何形式的关系中的轻松 你是否愿意通通错语的创造 那在关系 在家庭中总是绑着很多期待 对若你跟某个人处在关系中 不管是什么关系 那他们就会期待 觉得你们应该花多少时间共处 这里有一个秘密的 没有说出来的规则 觉得说你们就是应该花多少时间相处 那如果这个期待没有被满足的话 他们的世界里被设计的 被指出的那一些不开心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放下这些期待 那会怎么样 基本上这是非常疯狂的创造 觉得说应该发生什么事 应该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比方说我自己有个18岁的女儿 你觉得她会想花一堆时间 跟我们这些家人相处吗 才怪 她有男朋友有朋友 她想要去参加派对 所以如果我们会去期待 说我们应该花多少时间共处 那只会创造一大堆不开心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放下 所有这些有关家庭关系的定义 然后对彼此的关系 有完全的允许 去允许她的选择 也允许我们的选择 那会很棒 因为就算 她来找我说 我们会花点时间相处啊 那比方说我得开课 我有事要做 我也可以对她说 抱歉 现在不行 我现在得做这个那个 那我不必须要 去取消我原来预定 就因为我的女儿 跑来跟我说 我们要相处一下 所以这种允许是双向的 会创造出很多轻松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去允许 你人生中重要人物的选择 也允许你自己的选择 那会怎么样 这很重要 因为这会创造出 一般在家庭中 在关系中 看不到的轻松 这不正常 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人 选择这一切 这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允许的一切 我们是否通通错语 创造 Rine Roku 的背胖胖 All Night Shows For Togas and Beyond 哇 可能是女儿吧 你想说些什么吗 不想 我们中午的时候谈过 我们在谈 允许在谈 我的授课之类的东西 但是允许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做一次 那就打个勾 你做完了 允许是一切都是有趣的观点 你不去抗拒反应 你不去认同附和 你知道说 他这个东西就是他这样 他不必意味着什么 他不必有什么意思 你不必把什么东西都当成 朝着你来的 所以我跟我的女儿中午谈过 然后去谈他 为什么要去选 他在选的东西 那他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可以允许他 我们可以去放松进入 什么样的允许 然后去选择为我们 创造更多事物的关系呢 那在这段谈话中 也给他创造了很多轻松 非常棒 因为现在 如果我们没有观点 他在这当中也会轻松很多 那我希望这段直播 有贡献到你 也许很多 或者一点不管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如果你想去探索关系中的轻松 怎么样去超越关系 怎么样去克服关系中 你的需要 你的压力 你需要 你需要关系 或者是你想去找 怎么样才跟你的小孩 跟家庭 家人才能有行得通的关系 你可以来参加我们 7月17号的一日课 在Slovenia线上也行 没有先修要求 那我很期待 这次的一日课 因为那当中有很多工具观点 可以在人生中创造很多轻松 你知道关系是 人们人生中关系的一大来源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些关系 这些压力很正常啊 但是如果 那对你来说不需要是正常 那会怎么样 如果你人生中没有压力 那你会在什么其他地方 运用你的能量 你可以在事业中 变得创造多少东西 你可以创造多少金钱 那更重要是 你可以拥有多少喜悦 对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 创造一些对你来说 行得通的事物 让你能够蓬勃发展 对欢迎7月17号加入我们 那还有什么其他 可能性呢 谢谢翻译 把你的魔法加入我们的直播 把这一切带给 说你语言的人 非常谢谢 那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